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旺川河畔百度老者的身份是什么?旺川河边上有一个老祖来历十分神秘,专门负责百度,但他能够不具幽灵,来历神秘,知道的事情也不少,他曾经两次指点紧密,第一次叫他如何救活旭凤,需要九转金丹,第二次在旺川河边也是指点紧密,去寻找旭凤已破的下落,但是很遗憾的是,从头到尾,这个人物的身份都没有被揭晓,不少网友对他的身份都有所怀疑, 虽然老者并非什么主要人物,但他对剧情走向的影响是很大的,二太为天地为何要自毁元神?太为天地很多人对他褒贬不羁,总的来说对于旭凤,他是无可置疑的好父亲,宠爱甚至于近乎溺爱,他最后也是在润玉和紧密的婚礼上面自毁元神,救了旭凤已破,而他自己却身死倒下,而他为何自毁元神呢? 难道真的是为了救下去凤一破吗?还是为了成全润玉,亦或者是最终幡然醒悟,不愿意罪孽抱怨他自己儿子身上,因此自毁呢? 三豆母元君能知晓未来,为何任由自己三大弟子? 被灭杀豆母元君有三大弟子,风神,花神以及水神若灵,而这三个弟子却都好巧,不巧得死,在了琉璃静火之下,我们知道豆母元君强大,能知晓未来,甚至于就连紧密最后之死,也能知晓一二,那么他为何放任自己三个弟子被人所杀而不出手想救呢? 亦或着为何不赐与类似相规,类这样的东西帮助他们渡过一劫,四上神连朝的真身是什么? 先天帝太威的真身是金龙,月下仙人的真身是胡蝶,那么作为大哥的连朝的真身是什么呢? 他们三人之父的真身又是什么? 旭凤是凤凰继承的是母系的血脉,因此说上圣任天帝的真身不是龙也未尝不可以,五出师君燕幼和连桥在一起了吗? 燕幼再剧是一个重要的角色,情终初开的时候被穗和动情,最后却被利用,导致后来的他玩世不公,而花界金龄连桥对他有感觉,最后的剧情交代了迅凤,润语,矿漏,紧密,穗和的结局,唯独对于他却没有介绍